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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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怎么那么早就睡觉了 挺乖的嘛 那是 所以要犒劳一下他了 来 抓我 抓我好啊 少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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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这边坐 这比你跳小吗 看来是新来的 走 杀人啦 杀人啦 快请不吝点赞 大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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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这 这 这 他这是怎么了 他怎么了呀 这人都僵了 不是死了 还能是睡着了 我的妈呀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是京城的大官啊 我的县草苑呢 这傻的你怎么办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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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报官吧 对 报官 报官 赶紧报官 我去 我去啊 别门了 将来 他来 走 你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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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罢车 被罢车 知府大人 我听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我也刚听说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 你说 不是拉死在香草院那种地方 这 这 这怎么得了啊 这事要是传到京城 那杭州府也脱不了干系 谁说不是啊 大人 大人 沈杰 来得正好 来得正好 你们俩赶紧过去 好 把死的给我抬回来 其他活的全给我抓回来 好的 等等等等 千万不要走路半点风声 知道了 还有 送我的马车去 好 快去快去快去 快快快快 快 把前门后门都给我开好了 不许放走一个人 是 要走 你看 这是 四郎父与唐 坏了坏了 还真是傅大人 最想麻烦她 大人 万一朝天追究下来 我们可是担当不起的 来人哪 把他衣服担上 你 要先走 才会马上上去 不要张扬 是 你是这里的保姆 是谁带在这个屋子的 是 别害怕 是你吗 是梅春 好 把他们两个带走 是 走 大人 我们 你们这是干吗呀 走 大人 这里所有的人 大人 还不可以带走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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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道 على 是 大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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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Hannicor 大胆女子 竟然在那种下贱场所 当头的高官大胆 该把犯罪事实如是招来 咱家的姑娘 平时连杀个鸡 你就是借她十个胆子 三 三 他也不敢杀人哪 可是死在你们香草院的床上 这 这倒是 可是 这人怎么都死在咱们家鬼的床上 恐怕是 见到大官 都无钱财 都要杀心吧 老天爷 这冤情大了 是 我这香草院是对我生意的 京城来了大官 我巴不得和他高兴 以后变成咱的常客 我还来不及呢 这 这杀了他 那不是断了我自己的台路吗 大胆 你可知道 使得这位副女堂副大理 是何等人士 他可是掌管天下考状 做大官的 礼部侍郎 当朝的三天大人 他可是出了名的正经读书人 别生自豪的情况 这是你们那种龌龊的地方 你 你 怎样把他弄到那里去的 可有幕后的指使人 可有帮凶 可有剑里的人的勾当 快快如实给我招来 快来 这些人 有钱 我才不费 这是我 是 有钱 给我 对 而且 看你这话说的 明白你的 是知道你在体察民情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贪恋皆向红尘呢 知我者莫如期 要不 我跟你一道去 好啊 我兄弟 你想 今天是岳父大人生日 精神不是活不合全的血 你走过去 那岳父大人的面子 放在什么位置啊 再说了 一个父导人家走劫传向 不合适 去吧 回来 今天可是个大日子 可别叫大伙等你一个人 放心娘子 蓄也 不见寿宴 您可别晚了啊 放心吧 夫人先行 我随后就到 注意安全啊 大老爷 您这话 可就说得不对头了 还想狡辩 还想狡辩 这儿 可是杭州府衙门 正是杭州府衙门 堂堂正正的 官府衙门 那好 死的这位 你们嘴里说的 朝廷的大官 但实实在在 也不是我给弄来的啊 是你们杭州府的人 给送来的 什么 我们送来的 是啊 就是门口那辆 拉着良匹马的官府马车 还打着杭州武府的灯笼呢 你说什么 就是打着武府灯笼的马车 给送来的 大的肩负 竟敢满嘴谎言 诬陷官府 大的 这样的瞎话 你也敢说 我亲眼看到的 对了 他们还给了我十两骨子 让我找最漂亮的姑娘 跟她玩 说要让大人玩个尽心 大人 就 这些姑娘 就 是 你 这些姑娘 他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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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他 你 我 你 你 他 你 让你找你手下的姑娘 陪她玩得尽兴 是 就是这样 吴达 这件案子有点负载 杭州府的马车 吴府的灯笼 这个都和您有牵连 这是诬陷 大胆 这是诬陷 权势诬陷 于铁官 按大明利率 凡查案审案牵涉官员本人的当事者 需回避以躲开嫌疑 是这样的 按大明利率确实如此 吴大人 您说呢 这可是置我于死地呀 吴大人 要不您先下来歇着 这个案子 由我来审 不是 他 你自己在哪儿 施队您看 別忘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你快看看啊 吃面条吃酸老猪屎 看看看看 让他赔五两银子动不动 动不动 动不动 我当你 你没不赔啊 我当哪儿去了五两银子 你怎么不赔啊你 好 光天化日想干什么 不是 都是兄弟们出门在外混 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 对不对 好 道理 你给拼拼礼 这面条里面吃出老鼠屎来 你说该赔不该赔 该不该赔 该赔 真该赔 你也没有 该赔 听到没啊 我说 你是哪根葱啊 你谁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想替他负责吗 行啊 下老鼠屎的 你呀 先送我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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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跟我说啊 刚才呢 我也站了半天了 我明白 就是二位呀 来吃面了 对吧 吃出老鼠屎了 对吧 让店家赔钱 对吧 对 赔五两银子 是 该赔 真该赔 该赔吧 但是 别急别急 等我把话说完 这里边谁有刀 我这有刀 好 来来来 都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 都找 把面放这儿 老您把这儿切点 来来来 老鼠屎 好 诸位 看仔细了啊 诸位 这确实是一颗老鼠屎 但这老鼠屎 表面上是湿的 里边却是干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是有人临时放进去 那为什么要放进去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俩人想讹诈 为什么呢 因为我敢担保 他们俩人身上 还有不少老鼠屎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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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啊 三十多人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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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什么人 那个人 他是谁呀 我早看出来了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铁面玉子 周心哪 原来他就是周心哪 我还没谢在一声里呢 大人 大人 老大人 赵大人 老大人 赵大人 来 来 新大人 慢点 收补吧 好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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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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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周大人 里边请 里边请 细缸 你这余乐 这要强行年轻的时候 来 我喜欢同行为民 周大人进来可好 好 好的不得了 子维呀 在京城做坏比你地方速度短 那大人数得多 你没看 我都养肥了 你这意思怎么的 在京城做官不是很快活 要不再让你到地方去当岗查使 查雄神 威风把免 季刚 我没听圣上说封你为封疆大吏吧 那是 那是 可是呢 我有举荐权 有 有 有 进去了 先进 先进 继大人 继大人 请 请 请 好 快请 可现在你还来啊 都气死我了 这去哪儿去啊 不是 你就是 你刚才到底去哪儿了 今天是我老岳父 六十六岁大寿 早听的几位药臣 都吞吞到了吗 那几个啊 早就到了 你临继大人的老岳父 还能赶回来呢 要的事情不好想求人家 不好想求我 临大人 行 我刚才没去哪儿 我这一路走过来 我这好不自在也 你到底去哪儿啊 我没去啊 我来晚一点儿 真是一所事对 下不为例 娘子 什么事不能再管 这 什么事说 我在来的路上 这东西从天而降 像是专门冲你来的 神神秘秘的 还冲我来去 哎呀 写的啥意思啊 到底谁写的 别问了 我知道 你知道 听着 朝廷要出大事 反倒说 当朝大人赋予堂 被杀生亡了 什么 现在你知道 事情都给我原来 哎 你又要去哪儿啊 对了 一会儿 是 约然问起我 你就说 周兴刚已经完酒 怎么转身就忘了 周兴 山羽欲来 风满喉啊 我要去找这个信心 我都没见到人影 你到哪儿去找他呀 我出现了 他自然就会出现了 我尽管 他就是 就是 你 你 去明白吗 丫头 现身吧 十七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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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你等等 motiv 是 你 什么 你 我也要 深之 不能 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现在杭州已经乱了分寸 如果朝廷不派一个 钦差大臣下去查案 恐怕这个案子 很难水落石出 所以 所以我特意赶回京城 来劝告大人 千万不要去烫这红水 假如我要不小心 把他浑水淘了呢 明明知道是浑水 为什么一定要淘呢 就算是为了 我和傅侍郎 这么些年的交情 如果大人 一定要将自己陷入泥潭之中 私企定将追随大人左右 寸步不离 咱们姑娘今年 只要堵个人 我请这个 我可以在买 庶火里 你还要穿一尸 可不得不买 你不能够 若说终身大事 我从来都没想过 也不敢想 其实思琪 早就信有所数 要不 我给你的心上人传个话 呈现你们的美事 好啊 大人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 那你就替我转告她 思琪心里 只有她一人 她是我一生尊宠的师长 也是我此生 唯一爱慕的人 她是正义和公平的化身 也是我一生 要去保护和追随的人 这个人 就在我眼前 丫头 只能说明 你还年轻 涉事未深 首先 这个人我根本就不配 其次 我只是京城朝廷一名佣官 好了 不说这些 既然来了 就跟我回家 大人难道不觉着 思琪一直跟你在一起 从来就没离开过吗 如果大人 真的担心思琪的安危 就请大人 远离傅侍郎的案子 而且 离得越远越好 思琪就此告别 他有准备着 她 Hatta 的人 都有准备着 你叨慕的 大人一整夜都待在家里 吃完饭早早就睡了 没出过大门半步啊 那就奇怪了 那那个保姆和那些鸡女 为什么要捏造出 是杭州府的马车 和吴府的灯笼 拉在了香草渊呢 他们为什么不说 是我洪某人 不说你鱼推干了好 你听听 都被打成这个样子 还是一坡咬定 是吴府的人送过去的 你说 他吴之温 能拖得了甘心吗 宏大人 我想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知府大人 为什么要送傅侍郎 去香草院呢 他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那就只有 天之地之 怕吴大人知道 还有那个死去的傅侍郎 知道了 走 去哪儿 现在杭州城里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坏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很快就会传到京城 要是追查下来 怕吴之问 没个说法 那问到你我 你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啊 我刚才从吴府回来 他们家人说 昨天半夜 知府大人就走了 不知道去哪儿 什么 他离开的时候 没跟任何人说 突然就不见了 他 会不会是 畏罪前逃啊 逃跑 吴之府因为这个案子逃跑 不大可能 宏大人 这知府大人 会躲在府衙里想对策吗 有可能 走去府衙 他认为 这事 没想到 出事 他也不见了 应该不见了 他去夭壞啊 他就把斯文厂 咱们 没想到 最后 把他去 这部门 咱们 把他销光 好 都像吗 武大人 来人哪 来人哪 出人命了 出人命了 立体关门衙门 封锁现场 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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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哪 武大人 武大人 你小的看看 这种独生 从事本来看 来死了好几个事长 他为什么今天不知 死在府衙里呢 小的不大而知 从前 他是自杀乃他杀的 这 这个小的不敢瞎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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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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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来 来 来 小子 你这么快传进去 虞大人 坏事无分传千里了 赶紧都散了 你们都散了吗 散了 散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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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府衙不开心 是 杭州府衙不开心 走 走 走 把这关菜 不信进去 偶尔就从来走开 千呼大人 在下杭州府推官愚人节 请问 为何要把杭州府衙给封进来 杭州发生重大案件 礼部副侍郎复死封月场 杭州之府吴之问自杀身亡 为防止杭州引发不测事端 末将前来为之致死 杭大人 自权无关 我们之后的尸体还在里面呢 不行 我要叫我龙盘拿主意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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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快点 来啊 留下一个就在死 其他人跟我去查查 吴之问之架 走 你找谁啊 我是杭州府的推官愚人节 有急事要找洪大人 我家老爷啊病了 头疼欲裂 他在床上骑不来 哎呀 现在不能见客呀 怎么可能 这前几个时辰还好好的 怎么一下子去头疼欲裂 起不了床了呢 哎呀 这病来如山倒 谁情妙得到啊 哎呀 董家老爷病好了 你再来吧 哎哎哎哎 你现在家门出大事了 洪大人怎么一生病 就不理人不理事了呢 哎 我说你人怎么这样啊 人都病倒了 你什么事啊 你呀 到别处 到别的官员去吧 哎 哎 让我进去啊 我要见洪大人 哎 哎 于推官 于推官 你们怎么来了 于推官 出大事了 啊 金一卫 包围了吴知府的家 正在抄检呢 啊 吴府家被抄检了 是啊 说是抄出了船家的爷爷毛 还有许多身毛手势 他们说 这吴知府家财万贯 不得流油啊 于推官 我们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坐了 全落了 我该怎么办 你太难了 上下了 你行啊 你太难了 我太难了 小心 小心 我上下了 你上下了 油情啊 这个是上德的真品啊 这些是两银子啊 哎 你都不行啊 你实话跟我说 这姓吴子在杭州当知府这么多年 到底贪了多少不宜之财 他如果今天不死 今后你们也活不成 就凭这些 就能判他个贪赃之罪 你们这些跟着姓吴的 喝百姓血的人 就等着吃苦头吧 站住 今天所有吴府的人 都不得离开这座宅院 为令者 立斩图问 上 我跟这把火呀 我跟这把火呀 丢朝廷的脸 丢朕的脸 你们说啊 当朝要远 出管朝廷科举的傅侍郎 竟然跑到杭州烟花巷 循环坐楼 而且丢了性命 你们说什么 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样的丑事就老百姓知道了 他们会又怎么看哪 啊 圣上 此事免不了口二相传 举一反三 把当朝的官员说的是一无是处 圣上 更要紧的还是此事的连锁反应 连京城的街头都毕竟 杭州那里不知乱成什么样子 官场的风气如此腐败底下 可威可态啊 圣上 在下对傅侍郎一时有些不解 以臣所见 傅侍郎一向行事多几 善与吕书 重复涉入风月长书 此回杭州之行 应是有要不在身 本不该发生这样的事 圣上 这位礼部尚书的话说得很圆滑 按礼说 礼部是最应该等得礼数的 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 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该做 你们心里应该是最清楚的 尽管有七情六欲 远在京城没人看着管着 就可以有片刻的放纵吗 简直是有失提同 周欣 你怎么不说话呀 圣上 傅大人的死 令周欣内心十分悲痛和震撼 大家都知道 周欣和傅大人情同守着 遥想当年我和傅大人和济刚济大人 投奔圣上 南征北战 忠心腾腾 再加上傅大人为人一向光明磊落 如今这么个死法令周欣大火不尽 你不说 你不说 尽心腾的事 你不说 我听说 你不说 我 你不说 你不说 我这些事 我看着你 判定 圣上 据我所知 杭州那边已经是乱套了 傅玉堂赤身裸体地 死在了禁院 说是深更半夜 杭州知府的马车 把他送去了 还有 杭州的吴知府自身最重 已经在雅府内自杀尊王 负责查案的那个洪通派 忽然称病重在身 闭门不住 估计也是怕残尽此案 难以脱身 总的来说 杭州现在是没有主政官员 百姓也是人心惶惶 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 还能维持多久 好端端的一个杭州城 竟然乱到如此的地步 你们这些 朝廷众员们 你们说说该怎么办呢 都说说 两思源 臣在 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你说话呀 身上 依臣之鉴 将派得力之人 赶快掌控杭州局面 否则群龙无首 定将民行打乱 圣上 尽快查明傅首郎的死因 这样才是自乱根源的所在 圣上 要不然让李部尚书 亲自去趟杭州 赴玉堂是他的副手 他们相处多年 嗜邪嗜政 让他去查个事 是初 这个不行不行 查询问案之事 需要刑部和立部的官员去做 刑部最近刑事凡多 抽不出得力官员前去啊 立部人手很紧 也开不出来 你们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没有一个想想 圣上为此事有多担忧愁 没有一个替圣上分忧 承担国家设计的重担 真不像话 大明朝廷 每年用数百万两银子 供养着你们这些官 现在要派上用场了 怎么一个个把头都锁毁成 那还供养着你们干什么 圣上 按理说我是真不该说这些话 但是我看着刑部立部推三阻四 心里真是替圣上难过 一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满朝没有一个当朝的官员 愿意替圣上分担 周夕 周夕 杭州出了这么大的乱风 你要能前去杭州 查其体验 稳定局势 那就是替朕解忧 那就是为朝廷立一大功 既然圣上发话了 周新即刻赶往杭州 定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 还杭成一个清朗式定 这真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是 臣恳请圣上周新前去 只查傅侍郎一案 案子一旦结清 请让他即刻违京复职 这个自然 来呀 逆支 宫里传出话来 说你要去杭州 这消息比鸟飞得多 这么说 你执意要去探了洪水 我没有选择 不 你有选择 去杭州就是你的选择 桑田混沌 总有一团磁烈火焰 大地迷茫 总有一言温馨清泉 年终求生 远去再海淡 大字上年恨八千 那就是浪浪情并肩 胸怀真语 心无邪念 自由公道在人间 言如明镜 心痛欲远 换百姓一个太平世界 胸怀真语 心无邪念 自由公道在人间 言如明镜 心痛欲远 换百姓一个太平世界 换百姓一个太平世界 心痛欲远 心痛欲远 心痛欲远